哈喽大家好我是华伦 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 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 希望能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前任的经验以及智慧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上次出道 刘邦跑到赵国夺走了韩兴的士兵 而得到胜利军的刘邦 原先的他想要跨过黄河返回成高 与这项羽再战 所以他将部队驻扎在修武 然而这时 却传出了储君继续向西移动 准备朝拱线以及洛阳发动攻击的事情 刘邦一听 储君继续向西 那他的目标应该是关中 所以他跟大伙们讨论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前往拱线以及洛阳 并且与当地的汉军会合 将项羽的储君给阻挡下来 以确保我军后方 也就是关中地区的安全 然而这时 刘邦身旁的郎中正中却建议刘邦说 大王 我建议我们先不要过河与储君战斗 储君之所以向西 应该是还不知道您的行众 所以 我们只要让储君知道您在此 储君应该就会转向来攻击您 这 就是复刻我们在五官所使用的招式 我们可以在此深沟高雷 不与储君正面作战 然后 再派兵侵劳储君的后方 并且设法决断其良道 一旦储君粮草被断 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根本性的挖掘储君的战力 刘邦一听 嗯 也是 就算我带着这帮人过河 也不见得够像你那头怪物去消耗的 与其受伤这一批一批的血肉之躯 那还不如采取正宗的建议 先在此坚守 并且设法派兵 由后方烧掉储君的粮食 毕竟都说 人是铁 饭是钢 这储君一旦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到时 我看你储君还要拿什么东西继续恨 想好就去做 于是 刘邦派遣他的发小 也就是卢婉 以及将军刘谷 从白马金杜河 会同彭越 展开对储境后方的骚扰 目标 烧毁储君粮食 持续倾劳储君后方 拿到刘邦的资源之后 彭越可是士气大政啊 于是 在彭越的带领之下 这彭越 卢婉及刘谷三人 趁着项羽在前线作战 不及顾及后方的同时 开始烧毁大量的储君粮食 并且 夺下原先楚国境内 魏国故地的十七座城池 听到彭越又再度跑来烧倒楚国 而且还烧掉储君大片的粮食 这项羽可真的是火冒三丈了 可恶这彭越啊 这么跟蚊子一样 平常都看不到 但是只要你一休息 他就哦哦哦在旁边吵人 最可恶的是 他会时不时来吸人的血 所以他跟曹舅说 曹舅 我需要离开成高十五天 只要十五天 我就会将彭越这家伙 彻底给解决掉 然后再回来 与你共同处理掉 刘邦这家伙 这段期间 你就给我在这成高 好好守着 刘邦虽然在河的队上虎视眈眈 不过只要你坚守不出 相信他汉君一时半刻 还拿不下这成高 你听明白吗 说完 相宇再度领兵网洞 前往讨伐彭越等人 你听到相宇离开成高的消息之后 刘邦他想 哦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不过 就在这时候 立即却站出来告诉刘邦说 大王 我听说 谁能了解天道 谁就能成就王业 都说王以民为天 而民以实为天 所以 这拥有大量养死的地方 敖昌 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必须设法取得的地方 然而 没想到的是 相宇这不懂大绝家伙 不但在取得敖昌之后 没有家派人手 固守敖昌 更随便派遣那些有罪之人 去驻守成高 而不是派遣他的精兵去把守 最离谱的是 他自己 竟然去东边追及彭越的游兵 这 摆明的是老天 给我们的绝佳机会 去绑倒储君 若我们现在依旧固守于此 我怕 我们将会失去这绝佳时机 扭转局势 所以我建议 我们应该立即出兵 夺取行仰 攻下 并聚守熬仓 接着再拿下成高 只要我们能夺回这些地方 之后 再掌握白马渡口 并断绝太阳上的要道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地形上的优势 来阻挡储君 只要我们能够成功阻挡储君的攻势 相信天下人 都将会知道 这最后的胜利 会是属于谁的 嗯 这样讲 好像有点夸张哦 因为这时候 除了齐王 还有林江王以外 几乎所有人 都已经归属于汉了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刘邦一听 嗯 利益机制化 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虽然 他身为儒家学者 脑袋常常想着 恢复作王师 那好没用的想法 导致之前 给出了恢复六国 这么荒谬的建议 然而 这并不表示 他的建议 都是没用的 毕竟 当初在灭情的过程中 他告诉我 要以陈刘作为根据利的建议 就是正确的 所以 我不应该以人废言 不过 我们这帮人 渡河之后 会不会又被向寅给打趴啊 呃 这该怎么决定呢 看出了刘邦的疑虑 利益机加码收到 大王 目前燕国赵国两国 已经分别被我军所评定 眼下 只向齐国尚未攻破 我知道 您是在担心 就算我们夺回成高以及新洋 但 一旦面对向于储君来袭 我军 究竟能不能守得住 或是说 能守得住多久 加上韩大将军 对齐国战事的发展难以预料 所以 您之前才会有想要推到 拱以及洛阳的想法 然而 您只要换个角度想 一旦储君缺粮成为事实 那储君的士气 必然大幅滑落 到时 储君还能否像现在 一样的勇猛 这 应该很难说吧 没错 齐国那边 田广占据齐国方圆千里的土地 而田建又率领了20万大军 驻扎在立下 加上田氏各自宗族的势力 也不容小觑 另外 就是他齐国背靠海 换句话说 也就是齐国的后面 不会有敌人 而且他们 还可以利用黄河寄水 来作为西部的屏障 这 都是他们若想要坚守 所拥有的优势 也是为什么之前 项羽一直拿不下 田衡的原因 再来 就是齐国的人民大多狡诈 所以 即使我们能够派遣数十万大军 去讨伐齐国 但 恐怕一年半载之内 韩大将军也无法将其击败 一旦韩大将军的士兵 在齐国被拖延住 那 他就无法与我们一起合攻这项羽 所以 您现在才会一直犹豫不决 对吧 刘邦一听 哎 没错啦 你想 连项羽这么勇 他都拿不下齐国 这攻其的一仗 一定是场硬仗 而且还存在许多变数 立即见了跟刘邦说 不过大王 要是我告诉你 我有把握能说服齐国投降 那这样 您的担心 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刘邦一听 你有办法说服田广 立即斩钉截铁回复他说 当然 刘邦接着说道 好 要是你可以说服田广详汉 那 将可以加速我们原先北方战线计划执行 我当然同意出兵去夺为这行仰以及成高 接下来 刘邦在听取大家讨论立一级所提出方案的可行性之后 他决定 好 我们就按照立一级所提出的建议 由他前往齐国 并设法说服田广加入我方阵营 而我们这边呢 则是同时动身前往 去夺回成高行仰以及敖仓 以彻底瓦解储君后勤不解的力量 就这样 汉军开始动身 展开这场楚汉相争之中 关系着双方气势消长最关键 也可以说是转列点的战役 那就是 成高夺回战役 来到四水之前 刘邦原先想说 率领汉军渡河与储君决战 但 他想 现在储君领军的人 是他的大使马朝旧 还有这前赛王司马兴 以及前载王董毅 这帮人 要他们管管犯人还行 若是要行军对阵 他们 绝对不会是我刘邦的对手 不过 也正因如此 要是我们在一开始 便展开强攻 这帮人呢 一定会退支层中 坚守不出 那到时 我们不但无法赶在向羽 回来之前 拿下这成高等地 还有可能 会遭到向羽的回击 而被包夹 嗯 这可不行 那 该怎么办呢 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最后大家决定 与其汉军直接渡河攻击陈高 那还不如 将陈高陈内的储君给诱出 然后引致嗜水 接着 他们再来个半渡而起 这样 将会更有机会成功 尤其是 陈高目前主将曹旧 是个脸皮薄 个性级的人 想必这激将法对他 应该是能发挥很好的效用 想好就去做 于是 刘邦马上派人去正前入骂着曹旧 想要将他给激出城来 不过 这一骂骂了五六天 曹旧却不为所动 嗯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 这成高成重 又不是只有曹旧一人 目前 还有董一级司马兴 所以 就算曹旧个性级 但 有这两人在旁边拉出他 这一时半刻 汉军的激将法 对他是完全无法产生作用 那 还要继续骂吗 当然要 反正骂了又不花钱 而且重点是 刘邦非常清楚曹旧的个性 他就不相信 我没有办法骂得你曹旧出城应战 所以就这样 汉军气而不舍的 持续在正前进行叫骂活动 时间来到了第七天 汉军依旧一如前几日 派人上前去叫骂 难而这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他们骂着骂着 这层高的城门竟然打开了 而随之而出的 无意外 就是这怒气冲冲的朝旧 终于啊 终于把你朝旧给激出来了 而且还不止于此 这出城的储君正宗 同时还包含了董毅及司马兴两人 刘邦一看 哇哈哈 太好了 他们三个一起出来 这样就可以省去我的麻烦了 就这样 楚汉两军在四水东岸展开了正式交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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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双方补义交战 变杀身震天 而汉军呢 依照计划 在交战不久之后 便假装战败 开始后撤 眼见着汉军被储君一急就散 朝旧心里想 哼 刘邦这小人 除了嘴皮子狠心之外 我看他也没多厉害 怪不得 他前几次与我储君对阵 结果几乎都是以惨败收场 像他这样无用之忍 霸王还要我坚守不出 实在也太多虑了 现在 霸王仍在东边讨伐彭越 要是我可以在此重创汉军 那对霸王来说 应该也算是立大功一件 于是 他告诉董义吉司马兴说 两位 我们为相王立功收到了 眼前的汉军已经是强弩之末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渡过这次水 并一举极灭汉军 将刘姬这小人给申请过来吧 说完 三人便一同算领储君全军 追击着溃败的汉军 并且 朝四水西岸的汉军阵营快速前进 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或是想过 这可能是汉军所设下的陷阱 当这大批储君追击汉军 进入这四水当中 但却尚未过河之际 这时 一旁的战鼓声 突然间的响起来了 汉军将领陈述 突然间领兵出现了这个河岸 接着 他从一旁 对四水当中的储君 展开乱箭射击的攻势 也就是兵法上所谓的 半渡而起 由于这被困于水中的储君 早已失去移动能力 所以 在面对这漫天如航的飞舰来袭之时 他们也只能照单全收 就这样 储君在四水当中 遭到了汉军严重的打击 眼看着大势已去 朝舅就算这时候后悔 当初自己没有听项羽的话 坚守在城内 不要与刘邦正面决战 也已经晚了 于是 他与董毅及司马兴三人最后决定 放弃这无谓的战斗 并且自稳于四水之上 不要让这些士兵 在白白的上命 随着朝舅 董毅以及司马兴三人阵亡 这陈高储君 顿时失去领导中心 加上陈中 几乎已无守军 所以就这样 刘邦赶紧率领汉军 跨越航河 夺取陈高 接着 汉军再接再立 进军拿下敖仓 并且重新夺回信仰 见到这 刘邦 开心啊 哇哈哈 这是楚汉相争以来 他留纪 亲自带兵面对储君作战中 难得的一场胜利啊 那既然现在守风正顺 所以他决定了 他要再往前挺进一步 那就是 出兵 去攻打这目前在行阳东边 储君将领 钟离妹的部队 以肃清行阳周边的储君 那 钟离妹 会暂死于此吗 不会啦 你只要看他之前 跟韩信是好朋友 就可以知道 他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也算还能打的 所以 即便汉军气势如虹 但 却仅能将钟离妹 围在新阳以东地区 一时之间 也还无法将他拿下 而就在刘邦夺回新阳的同时 另一头 立即他人了 也已经来到了齐国 来到齐国立即 立刻求见齐王天广 接着 他开门见山的跟齐王说 大王 您知道 这天下最后会归谁吗 也就是 谁 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啦 这齐王一听 他回答立即说 啊 此日 打这么乱 哪里分得出来啊 接着 立即笑着跟齐王说 大王 您不可以不知啊 因为 您得知道 齐国才能保存下来 要是您不知道 那这齐国 终将会灭亡啊 齐王一听 真的假的 有那么严重 那你来说说看 这天下会归谁啊 立即回答齐王说 这还用说 这天下 当然最后是归汉王所有啊 你听到这 齐王不以为难的接着问说 呃 那你可以说说看你的理由吗 立即接着告诉齐王说 说穿了 现在天下呢 其实就是楚汉相争 当初汉王先入关中 然而向王却背信没有立他为王 更离谱的是 向王还杀了异地 正因此 所以汉王才出兵关中 并且聚集天下诸侯 共讨项羽 您仔细分析一下两人目前的做法 这凡是汉王所过之处 他对他所获得土地 财富甚至是爵位 他都一直是大方的乐于封赏给大家 由此可知 汉王若是夺得天下 那大家都会有好处 那请问 您觉得 这愿意支持汉王的人会比较多 还是会比较少 这也就是为什么 诸侯们都愿意亲近汉王 加上目前属地粮食充足 可以说 汉王拥有了绝对的优势 但您反观向王 向王除了背信忘义之外 他本人更是小气巴拉的 不但不愿意封赏有功的下属 他对人的过失更是记得一清二楚 但对别人的功劳 却忘了比谁都快 那请问 像他这样的人 会有人愿意支持他吗 我们再从结果来看 这天下 就是因为有能力的人 大多投靠汉王 所以汉军才能平定三秦 灭了西伟 扫荡代国 并在井行关一战 诛杀成鱼 给予赵军致命的一击 加上我军 现在正在前来其国的途中 而汉王 也已经重新夺回城高 取回敖昌 并拒守在太行昌 以及白马金等要地 这一切都证明了 天下局势已经转变 这最终的胜利 将归属于汉王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目前我家大将军韩信 已经奉汉王之命 前来其国途中 那为了避免森林涂炭 也是为了大王您好 所以我建议 大王您 还是尽早决定 从我家汉王吧 嗯 其实利益级这段话 没说出来的部分就是 您总不能等到 我家大将军韩信 与您其国交战 而您其国战败之后 您才来考虑选边的问题吧 换句白话来说就是 您 如果真想要抱大腿 要快啦 要不然晚了 我家汉王的腿 恐怕不见得愿意让您抱啦 齐王在听完利益级的一番话 并与向国填衡讨论之后 他回复利益级说 嗯 你这话说的不无道理 那好吧 我就一您的建议 向着汉王 不过 这时 齐王身旁填衡插话说道 在这之前 有一件事 必须要您先协助处理 什么事 利益级问 填衡接着告诉他说 就像你说的 汉信 已经在前来我齐国路上 您是不是应该先写个信给他 要他停止对我齐国攻击 利益级听完笑笑的说 啊 就这事啊 这是应该的 没问题 于是呢 他立马写信 请人通知韩信 说明齐国这边 他已经搞定了的事情 哇 真的假的 齐王只听这几句话就信哦 谁知道 不过 齐王的确是将立下手臂先行撤除 并且 邀请利益级留在齐国多喝几杯 想说讨好讨好他 就这样 这原本就爱喝几杯利益级 在顺利完成任务之后 开开心心的留在齐国 每天呢 陪着齐王喝酒 那 韩信这头呢 韩信这头 原先已经准备率军跨过平原的他 在收到利益级已经说服了齐王翔翰的公文之后 他呢 是打算要立即停止对齐国进行用兵 而改为依照计划 南下 去进攻项羽 然而 就在此时 他一旁的模式 宽通 这宽通也就是之前帮赵王武成说服赵国一大票人投降的那位 这宽通跟韩信说 大将军 您万万不可以在此时放弃攻旗啊 那韩信一听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 你要我继续攻打齐国吗 宽通回答韩信说 正是 因为 您是受汉王的命令 前往去讨伐这齐国 虽然汉王也同时派狮子前往这齐国 不过这事 跟您有什么关系 汉王有下令要您停战吗 听到这 韩信摇摇头 宽通接着说 既然没有 要是到时候齐国并非真心投降呢 到时 这过错要谁承担呢 韩信一听 呃 这话倒是没错 但 宽通接着说 大将军 我看我就直说了吧 您有没有想过 利益机 仅凭他一张三寸不烂之舌 就获得齐国七十多座的城池 但 您带着数万将士 正在一年多 也不过才拿了赵国五十多座城池 要是您现在停战 那不是等于告诉天下人 您自己这几年的努力 还不如人家利益机的一张嘴吗 您确定要这么做吗 听到这 韩信沉默了许久 接着 他说了 嗯 要是我现在出兵攻打齐国 那岂不是将利益机 给推进了万劫不复的禁地吗 这 宽通接着说道 大将军 您在乎利益机 但利益机 有在乎过您吗 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韩信问宽通 宽通接着说 在这的大火我们都知道 大将军您早就打算 按照李左车将军建议 先是威逼燕国降汉 接着再用同样的套路 威逼这齐国投降 所以 齐国会想 早在您的计划之中 好 就算退一步想 如果齐国不应降汉 凭借大将军您的用兵之能 这拿下齐国也绝非难事 所以 这齐国会被拿下 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 跟他利益机的口才好坏 有什么关系 若要硬说利益机 他有什么本力 也不过就是 他能比汉王更早看出 您原先对齐国的规划 所以 他才会在这时 横插一脚进来 向汉王毛遂之间 躲了您的功劳 难道 您真的要让这种人如愿吗 您想 若他真的有办法 凭一己之力去说服齐国 那他为什么之前不这么做 而是等到你平定了赵燕 准备动身前往齐国之际 他才跳出来 最重要的是 齐国人多狡诈 他们是否真的投降 也尚在未知之术 这 不也是您为何没有在一开始 就采用对付燕国一样的方式 来对付齐国不是吗 您也知道 劝降与讨降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观念 您真的觉得 这样做好吗 汉王现在尚未下令 命令停止对齐国攻击 这会不会是汉王对齐国也有所顾虑 所以他才没做决定 若您今天贸然离开 将后要是有问题 请问 您觉得 您能讲的以利益及那张能源 删到了嘴吗 那这锅要谁来背呢 所以我建议 我们还是依照原点计划进行吧 听完宽通的一番话之后 韩信 常常的叹了一口气 唉 也是 这不单只是功劳归谁 以及利益及一条人命的问题 若齐国再度叛旱 汉军 将陷于齐楚两强之间 到时 别说他想与汉王合为 储君于咸阳城下 不会成功 就连他 韩信自己 恐怕也难带领着汉军平安脱身而去 为九万全 所以韩信最后决定 好吧 采用宽通的说法 大军随我继续向前 目标 拿下这齐国 就这样 韩信在齐国全无防备之下 夜袭平原 接着 攻下 立下 随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 直接濒临着林芝城下 齐王田广 在突然间听到韩信大军已经来到林芝城下消息 他气人了 把这立一机叫过来骂他说 立一机你好大胆子 你竟敢出卖我 听到这 立一机不卑不亢的回答他 齐王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田广怒斥立一机说 你废话 你要我齐国归从留计 我都已经同意了 那为什么 韩信还会率军拼领我林芝城下 我看 你这趟根本就是来骗我松懈立下手辈 好让韩信可以长驱直路 只打我林芝城下是吧 哇 想不到 齐国之战竟会变得如此的复杂 那立一机 有办法能化解眼前的困境吗 还是 和其之间 终究难以避免一战呢 这故事 会如何的发展呢 我们要到下次 才能跟各位说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若喜欢我的故事 要麻烦您记得动动你的手指 给我五星评价 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 当然 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 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 其实历史 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 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 以及做法方式 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 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